所以先找到那个 比如说以这个案例 台北市的住宅窃盗 那假设我想知道 到底从100 他好像资料是从104年 刚好科匹上任吧 到结束 就是刚好去年结束 这段时间里面 到底治安是 总数是变少还是变多 这个其实我觉得 马上如果知道的话 其实就有一个答案 OK 那至少 你觉得那个 这个政治人物有没有真的做事情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参考 但我没有任何政治立场 因为他标榜就是每天都六点半出门 六点半出门吧 然后七点半到办公室 然后十点以后才下班 我当他员工真的蛮辛苦的 他每天都这样 像礼拜六、礼拜天都这样 我觉得 这样在做事情 而且他不是打混 他不是说去 然后人在那边 但如果有做事 哇不得了 可以做非常多事情 OK 到底做了什么一些事 有没有成效 有成效才比较重要 如果做就没成效 那等于白做的 OK 所以呢 我们就是第一个找到这个住宅切到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给的资料是CSV 然后你可以检视资料一下 点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相关说明 那你至少要知道几件事情 就是他的资料栏位 总共提供了几个栏位 包含就是编号 这个一定会有的 然后呢 他的暗类 这暗类应该就是住宅切到 时间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很多时候 那个日期 跟时间 他都不是标准的 不是标准 比如说 理论应该是七元年 然后加一个斜线 然后加月 加斜线 加日是比较标准 可是很多时候我不知道 就是说有些人 登录的时候很奇怪 就习惯用民国年 那你跟民国年很麻烦 将来呢 你看得懂 但问题以色列有看不懂 以色列会认为说 那是一个数字 它不是一个日期 所以如果你 第一件事 你就要先把它转换成 以色列有看得懂的 那个日期格式 那几个方法 第一个你就要把它当成 Date 用Date 这个函数 把它格式化 成 标准的日期 你在做处理 才不会发生问题 不然的话一定会发生问题 就像你画折线图 折线图如果你给的 不是标准日期 它就会乱跑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格式化成标准日期 然后还有时段 还有地点 哪个地点 地点当然比较关心 就是哪一条路上治安瑞叉 不过应该猜一看 可以猜出来 直觉第一个 你想要哪里治安瑞叉 零三北 零三北 有没有 重三北 对 那边就是那个 热区 假如 然后 再来第二个 它的格式是CSV 它所谓的CSV 还蛮常见的 其实这CSV就是一个 CE的话指的是一个 common 的意思 斗点 S是分割的一个档案格式 也就是说它这个格式非常简单 它这个纯文字档 然后中间用斗点隔开的一个文字格式 OK 第三个的话这边重点 BIG5 OK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BIG5的格式 如果你用Esser来开 不会乱嘛 但是如果你今天 假设它给你的是UT 就是编码格式 如果是这个是OK的 Esser没问题 可是如果你们看 你将来看到它的格式是UTF8的话 那你直接哪里是来开 那就会发生乱码的问题 那你说老师 怎么办 没关系 还有别人的方法可以解决 那底下的话就提供给你下载的网址 这个网址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地方 丢给爬虫 可以把资料直接爬下来 放在Esser里面 好 那首先的话 当然我们第一个 我们如果不爬虫 我直接把它当落 怎么当落 我其实很简单 点下去 你会发现 点它之后的话 下方就会出现什么 下载的状态 下方的部分 这里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开起来 OK 资料就出现 你可以看到 这边把它选起来 五个栏位 快点两下 资料就有了 好 但是你说老师 可是如果我今天下载了之后 过几天 那资料要更新的话 那我怎么办 那我势必 还是需要再到那个网站 去把它点下去 再重新打开 那很麻烦 可不可以写个程式 直接放网 按一下 直接从那边抓过来 把旧资料删掉 再下载从新的 这样比较方便嘛 所以今天的话 也许你们先知道一下 这个档案 我先 刚刚已经下载了 OK 这个下载 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面 总共如果要满足 我们要的 档案需求的话 比如说第一个 我希望知道说 历年来 到底 切斗案件是不是越来 越少 那如果我今天是希望说 按照前面的年 你们104的嘛 1月1号 104 所以你会发现 它其实分年 是103这一笔 很怪的一笔 104的话 这这么多笔 那到底多少笔 我希望把它统统加起来 然后105年 106年 它总共坎度向下 总共到112年的5月2号 今年好像已经换那个 蒋万当市长了 不过这个数量可能还不够多 跟前一任比较 所以如果我假设希望知道 104到111就好了 OK 111 那这个资料我该怎么去统计 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知道说 切斗案件哪一区 这边有区吗 第三个哪一个路 这个切斗案件最多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 待会的功能需求 第一个 我希望 不是用手动的方式 资料爬资料 而是写一个爬虫 直接从网络把资料爬下来 好 第一个需求 第二个需求呢 就是我希望把 发生日期的年 独立出一个栏位 也许在这边 我按右键插入一个栏位 就叫年好了 因为有年这个栏位呢 才可以做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啦 因为如果你要做统计的话 用枢纽分析最简单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如果还想知道哪一区 切单间最多的话 那我这边可能就是 再多一个栏位 叫区 然后这边的话 也许在一个路 哪一条路 不过路好像 除了路之外 好像还有什么 还有阶吧 什么阶吧 像这个是中程度 这是大理阶 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 市民大道 OK 好像路阶道 所以我们如果 多一个栏位叫路阶道 那我假设有 这两个栏位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统计出 哪一区 它的这个数量 是最多的 然后还有哪一条路 切到案件最多 那最后我希望呢 统计出来的图表 就是长得像这样 有没有像这个是历年 切到折线图 然后这个是各区的比例图 还有就是路阶道的前十名之条图 那如果假设希望绘制出这三个图 跟三个表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OK 其实喔 如果你会用以色列很简单 你只要把资料产生 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的这三个图 绘制出来 OK 非常简单 只是说啦 你说老师 那我如果要自动化的话 那可以把它变成VBA 所以也许我们先渐进来 也许先不要写程式了 再到写程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把画面先切回给各位